我请我们两位美丽的新娘 康熊猫 来人啊 小猫 一 二 三 小苏 我为我的突然消失 何故意向你隐瞒实实 真诚地向你道歉 你现在才把真相告诉我 对我来说 是多大的伤害 您能原谅我吗 对不起 我想 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你觉得你躲着我 瞒着我 就是对我最好的保护了吗 小苏 我一点都不害怕他们 我不害怕他们跟踪我 你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吗 是你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只要一想到那个时候 你特别地危险 可是我却浑然不觉 我心里是多么地难过 多么地自责 我多么希望 当时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不管是死是活 都是要一起面对的 都是要一起面对的 从今往后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绝不隐瞒 我们两个 真的还有以后吗 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想 我们是否真的应该在一起 在一起 小素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 才能像现在这样抱着你 我从未想过要跟你分开 谢谢你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但是 我真的累了 我想冷静一下 或许 我们两个更适合做朋友吧 我知道了 你是要追杜晓苏吧 到底应该怎么做 想要追到一个女孩 知道你最缺什么吗 什么 亲和力 亲和 亲和力法则第一条 不要开你的兵力车 车身太黑 车身太亮 当你从车子上下来的时候 再配上你这张拼封面 气压太低 女孩看到会害怕的 雷雨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就想过来看看你 走吧 带你去兜风 我明天还要早起 我就不去了吧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谁说我 谁说过我要坐摩托车 哎呀 累着你快帮我下来 累着我从来都没有坐摩托车 害怕的这个 我说你这大冷天你都什么疯啊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我害怕啊 咱们已看 那你要暂时 咱们也唱辣 我也想不知 もう 一人 你只能用手 就能用手 把手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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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宇正 温宇正 你是不是瘋了 大晚上呢 騎什么摩托车 你想冻死我呀 不好意思 忘记了 你判了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这样好多了吧 清合立法则第二条 不要再穿你的高级定制 那么贵 那么正 女孩看到了 怎么可能往你身上扑呢 万一把粉蹭掉了 蹭在上面怎么办 还赔得起吗 雷师忠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 也开始穿这种衣服了 这不是你的风格吧 清合立法则第三条 懂得制造浪漫 制造惊喜 让整座城市充满爱的味道 这样 你们的感情自然而然会收门 你这儿你没发烧吧 你怎么今天怪怪的 什么靠谱靠谱啊 小苏 我今天来 实际上 是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 你等等我 好 马上回来 等着我 只要不是惊吓就好了 惊喜 你的电话 我上次给你留了电话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喂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什么时候有时间 出来吃个饭呗 我们上次在基建馆见过的 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我给你的惊喜吧 我带你去看我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什么 真的是好大一个惊喜啊 没有比这个 更让我惊喜的 小苏 小苏 喂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关我电话呀 谁呀 你这么快就把我忘记了 上次我们在基建馆见过的 你当时不是挺主动的吗 我想起来了 你搞错了 是上官要的你电话 对啊 对啊 就是上官啊 上次我从上官那儿 要的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才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他的 不 你误会了 想愿你的不是我 是上官 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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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小苏 我想 你可能对我有一些误会 但不管怎么样 我先向你道歉 交友是你的自由 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刚跟我打电话的女孩 是上官喜欢的 但至于我的号码 为什么会在她那儿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 总之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 以后我就不这样了 好吗 我只是想为你去做一些改变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不喜欢以前的你 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的改变 小苏 你知道的 为你 我可以去尝试任何东西 我谢谢你可以跟我说这样子的话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刚刚接手雨天 应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希望你把时间和精力 都浪费在我的身上 这次完了 接上车班 我送你回去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先上楼了 你先等等 已经很晚了 我明天还有工作 我送你到门口吧 好了 已经到门口了 你先回去吧 晚安 小苏 小苏 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 让你喜欢上我 回去吧 让我走 你得松手啊 走了 有没有 软软 你会有什么工作 让我来 让你见面 你会定吗 那我别会有什么工作 我的工作 我一直在买台 我跑 до买台 你会不会有什么工作 我去你 你会 mö est买台 你会不会麻得 我对你 心里挺愧疚的 总觉得欠你的 离婚之前 我想补一个婚礼给你 我想补一个婚礼给你 离婚之前 我想补一个婚礼给你 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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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女婚的家庭 向远 快进来 进来吧 我就不进来了 樊律 让我把洗糖给你送过来 洗糖 对 我想给樊律补办一场婚礼 想请你跟雷雨震 作为我们的真婚人 那是好事啊 什么时候 就这两天吧 来完婚礼 我就不在上海了 不在上海 那你去哪儿啊 雷雨震回来了 我想 我也没有必要留在公司 你离开樊律 她能受得了吗 樊律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我相信 她应该能理解我做的决定 结完婚以后我们就离婚 因为 我不想拖累她 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行了 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向远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一定要说 对 我们都用嗝 就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们也会不会 再把我承订吧 我们就要老了 这一样 我承认一下 你看 起来 我承认不了 不过 我承认了 我々要说 每个人当早 你祝福我和樊綠 我也希望 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謝謝 我走了 我走了 吧 嗨 强痛了 跟竹洞约我出来吃饭了 点了这么多啊 那当然 见你一面不容易啊 那一会儿一定是我买单 你可别跟我搶 看来这顿饭不单纯 您若不是有求于我 应该也不会想来约我见面吧 林向远之前找过我 他和蒋帆绿想补办一个婚礼 请我们两个作证婚人 婚礼结束后 林向远就要离开雨天了 她要走怎么没过来跟我说一声 雨天现在还需要她 你真的准备 让林向远一直留在雨天 她做得挺好的 我没有理由赶她做 你今天来 是来替林向远探路的吗 那你回去告诉她 如果她还是一个男人 就让她堂堂正当地 站在我面前来跟我说 我想你误会了 跟林向远没有关系 像我这样一个旁观者 我都无法原谅她 何况是你呢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刚会雨天的时候 我的确很想报复她 照我以前的脾气 她现在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且永远不得踏足商界 但是你知道吗 她林向远其实也有机会搬到我 如果她在雨天最困难的时候 拿着股份 和恒山联合 甚至把我的一些计划 提前告诉恒山 那样 我一定很难东山再起 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其实除了你 蒋叔 帆绿 她们也想让我往开一面 帮过林向远 那你是怎么说的 经历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明白了很多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残酷的 每一个人 随时都有可能丢失一切 她是如此 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现在 只想把握住生命中 最重要的东西 雨天是雷家的 不管你怎么做 你怎么选择 我都理解 好了 咱不聊这些沉重的话题了 绝非马上也要结婚了 不如让她和樊略她们一起办了吧 你看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呀 我回去马上告诉思琪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我去项链挣的吧 挣的挣的 做自己 吸气快 再吸 帮我把这边收一下 吸不动啊 我说你啊 都到新娘子的人了 还这么好放 也不知道减减肥 那没办法 遇到真爱嫁给爱情 心情好 食欲自然就好了 好了 蒋小姐今天也很美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我高跟鞋呢 看到我高跟鞋了吗 没有 你别着急 我出去帮你找找 谢谢 急着去哪儿啊 我去救场 看什么呢 你送的 你知道的 我喜欢的东西 一定会带在身上 是吗 我不记得了 我喜欢的 可不仅仅是这条灵带 我还有事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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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各位朋友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相聚在一起 为林向远先生 蒋帆绿小姐 以及何秋飞先生 邹思琪小姐举行婚礼 此刻 让我们把祝福的目光 投向代表着爱情 和永恒的幸福之门 有请美丽的新娘入场 让我们走 好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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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边 很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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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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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